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 中天娱乐台 以天图隆记 每一个桑马后面都有一句金句 但它不长 但它短短的 但是我觉得它很特取到每个人的心 它就是很单纯很纯粹 我超可爱 记得给自己多一点肯定 你真的超可爱 2024回52台 现在最关键的时刻 让我们一起keep fighting 环节真有力 中天主播群在转型第三年 迎接2024的时刻 推出感恩线里 2024年中天主播朱莉 我们是一群认真打拼 认真过日子 认真爱这片土地的人 每一天都不忘初心 每一个梦想都不放弃 每一个挑战都无所畏惧 2024中天主播朱莉 Keep Fighting版 值得年度珍藏纪念 限量发行 预售有早鸟优惠 请上快点购选购 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折扣 欢迎大家锁定CTI Talk 中天网络论坛 两岸永久和平 许年轻人一个未来 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必须要有共识 要有方法 同时要对很多两岸的问题 有基本恩跟正确的了解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直求对决 特别是对一些台湾政治人物 不太愿意说的 对民众弄不清楚的 一些敏感的 模糊的议题 今天我们很长的时间 完完整整的清楚论述 把它彻底弄清楚 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现场的 四位大师级的来宾 前县长周许伟 周老师你好 秀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最喜欢的 倩姐雷倩博士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这个 孙文学校的总校长 张雅中张博士 欢迎你 秀芳好 大家好 监管会副秘书长 杨永明杨博士 你好 欢迎你 秀芳好 大家好 一开始我想我们还是 从这篇重磅的文章 在台湾引发了 非常多的讨论 但是民进党 几乎是略而不提 我们看到 美国智库的学者 格莱伊等三位学者 联名写了一篇文章 在里面大家看到了 美国的态度 跟过去有180度的大翻转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我们讨论了一些部分 今天我想我特别 要先请一下县长 你怎么来看这篇文章 它意味着这是美国认证的 赖清德如果胜选的话 会对两岸不安全的因素 投下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吗 你怎么看 这篇文章其实点明了几个 未来两岸关系 美国人应该有的定位 这个定位就是说 你民进党绝对不可以 继续搞台独 第二个定位就是说 两岸之间一定要有交流 一定要融合 第三个定位也就是说 台海必须要保持和平 用和平的方式 甚至完成将来的一个中国 这个政策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是有这三点 这三点里面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民进党过去的 支持态度的坚定 撞为不支持 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了 好像美国人对蔡英文 并没有那么明确的指判 其实蔡英文在过去的时间 尤其在做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 他说从文化地理上来看 未来的中国一个中国 是台湾人唯一的选择 但是那个蔡英文已死吧 对 他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我发觉到 他其实在过去 他这些两岸一个中国的原则 他是非常坚持的 只是为了选举 我觉得为了选举 他为了用台独来争取选票 制造对大陆的仇恨 所以他会做一些改变 但是他不及赖清德 赖清德是从年轻从政的时候 尤其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 赖清德在做立委的时候 在立法院就举过一个牌子 台湾独立 从来他的立场就这么清楚 所以美国人不相信赖清德 会有所改变 才会逼他讲说 你要放弃台独当高 其实很明确的就跟赖清德讲说 你绝对不能再走台独的路 好 当然这篇文章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格拉伊 在最近也出来讲话 说是被断章取义 当然唐祥龙也说 他说看到翻译者 根本就是民进党的好朋友 没有什么断章取义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原意 我想现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 英文也很好 可以上去看原文 不管你看中文翻译也好 那个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请教一下倩姐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它的背景 那这三位学者 在美国都是很有分量的 同时他们有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跟美国官方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亲近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 官方口径上的转变吗 它不但是官方口径有修改 同时呢 这三位都是所谓的中国事务的老手 几乎每一次在我们这里大选的时候 他们都会来官选的 因此他们在长期以来非常明白 台湾的民进党一直在跟中国大陆说 台独只是我们选举的口号 是为了取得政权 但是我们不会做 那这个不会做呢 今天是在 他们可能预判赖清德当选的机会不小 所以在他当选之后 要求他要放弃台独党纲 这个有点像是上一次 2001年2000年的时候 是在陈水扁当选之后 他的就职说四步一没有 这个四步一没有呢 也是美国要求他非常明确的表态的 但是这一次他们会要求他更早的表态 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三个 刚才大家已经讲过了 中美关系现在跟过去不同 美国好不容易在旧金山 做了一定程度的修复 但是中间的暗流还是非常非常多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仔细看 在蔡英文的这八年 美国悄悄地修改了 他的一中政策 我们如果看一中 就是光讲一中 两岸同属一中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中的话 通常你会有三个不同的定义 对大陆方来讲非常简单 两岸同属一中包含中国大陆跟台湾 都是一个中国 那甚至比较激烈派的人 他会说台湾只是一个省 可是不管怎样呢 这个一中 两岸同属一中在大陆看来是包含台湾的 美国的一中政策呢 他有的时候包含台湾 有的时候不包含台湾 最早在跟我们断交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 包含公报里面呢 是包含台湾的 但是他们希望两岸自行去解决 所以是不接受任何的影响的那种 两岸自行解决一中问题 所以他们是不参与不干预 后来在有一段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在玩战略模糊 所以他有的时候这样 有的时候那样 在蔡英文的这八年 我认为他们其实很明显的在走一条路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个中国可能不好包含台湾 所以有一个又一个的台湾保证法 类似的这一些的立法作为以外呢 甚至连2758决议文 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 虽然这些东西或许有人说 并没有真正的法律效果 但是美国的政策就包含三个可能的解释 同属一中美国不干预 同属一中美国干预 那么同属一中的这个同属的那个台湾 可能可以分开 这是最近八年来最危险的一个倾向 那如果他碰到了一个 更可能积极推动台独 或者是解释美国的这些修正 是支持他去推动台独的赖茨英德的话 当然非常危险 因为别忘了 陈水扁后来是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就是你区域的和平安全稳定 如果因为台湾的造进 或是轻举妄动 使得整个区域 轮入一种战火的话 那是非常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 对全世界不利 刚刚讲了说有尊严的和平 这是蔡英文讲的 战争杀戮毁灭没有尊严 非常简单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这事情 可以看到美国悄悄的在修改 一部分是他需要去修改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另外一部分是他已经在乌克兰 在以色列有两个战争 他不能在第三个战场 而且要投入住大量的军力的战场 再起一个战断 所以希望能够稳定台海的局势 包含台湾 赖清德更是这种主张 虽然过去无论是在我们修宪 或者是做其他的法律调整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摆脱那个大屋顶 就是在统一前 在国家统一前 在宪法上面是这么讲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是在国家统一前 这个大屋顶没有拿掉 可是在他们的心里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另外还有一个台湾 所以这三个一中政策 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在时间上面 跟主要的这些上桌的主导人的改变 而改变 现在我认为最大的改变 包含格莱伊他们这些文章 是美国变了 美国需要让西太平洋 台湾海峡是一个稳定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有一个 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使得他们被迫要卷入一个 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色列的战争 虽然他要用很大的军力 去压制其他的力量 但是他是绝对压倒性的 可是如果在台海有一个战争的话 美国没有绝对压倒性的力量 西太平洋 他也没有绝对战胜的把握 好 我问一下亚洲市校长 在旧金山的时候 习近平跟拜登讲 美国必须要采取行动 不只是说而已 要采取行动 那要保证 向中国保证不支持台独 所以格莱伊他们的这篇文章 你认为就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回应吗 他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话术 还是说真的一个政策上的转变 对 我同意 其实这件事情 可能跟习近平跟拜登的旧金山界面 还是有关系的 而且我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国 对民进党的一个友善的表现 而不是一个警告 什么去讲 我觉得美国对台湾呢 我们有两个概念 必须能清楚 一个是台湾独立 台湾independent 这个美国是绝对不支持的 就是台湾要走向一个法理 跟政治上的独立 美国是不支持的 但是台湾还有一个独立 叫做independent台湾 就是独立 这是一个形容词 来修饰这个台湾 独立的台湾 就是蔡英文所讲的 基本上两岸是互不隶属 不只是主权跟治权 都没有关系的 但是独立的台湾呢 往往现在戴了一个帽子 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也就是独立的台湾呢 我们简单来讲叫做独台 他就是戴了中华民国的帽子 但是其实本质上就是台湾独立 所以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法理上我们叫台独 一个叫做独立的台湾 叫做独台 好了 先确定这两个概念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呢 是美国方面给习近平一个 算是一个交代 因为习近平所提出的就是说 不要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习近平又加了两个 所谓的一个同意语 就是你不可以军力的部署台湾 停止武装台湾 第二个必须在和平统一方面 也要做一些事情 美国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 透过葛莱伊这个谈话 其实给大陆一个交代 也就是我们现在 没办法接受你这两点 但是我们也告诉大陆说 我们希望民进党 在耐性的当选以后 他可以废除他的台独党章 所以在整个场面上 也给习近平做了一个交代 另外来讲 就是我们再来讨论 更深刻的问题 就是民进党 如果真的耐性的当选以后 他会不会把台独党纲 真的给废掉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 美国现在给压力 正好给民进党的内部 他可以去解决这问题 找到一个理由 所以说让赖清德 可以再废除台独党纲的时候 因为美国的要求 民进党内部 他的压力就比较少 第二个 民进党 其实早就已经废除了台独了 因为民进党的文化台独 已经成功了 但是民进党现在政治跟法律上 走的是独台路线 所以民进党的路线 现在是文化台独 政治独台 跟法律 法理独台 所以民进党 其实早就已经放弃台独 因为真正的台独定义 就是所谓的要证明 要制限 民进党现在讲法是说 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了 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了 现在变成这个概念 所以我会觉得说 大家也不要诧异 赖清德如果真的侥幸当选以后 他民进党内部 的确会有一些改变 甚至把台独党刚给废掉 但他又用了别的名词 但他会强调两岸是个互不隶属 也就是民进党现在已经确定 要走台独走上一个独台路线了 而台独这个路线 当然先看北京怎么去面对 因为北京现在整个一个官僚体系 就是把台独这个东西 叫做反对台独 可是现阶段台湾来讲 其实已经没有人在走台独了 对民进党我刚刚讲 文化台独已经成功了 他们走的是独台的路线 所以这个独台的路线 美国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默许的 所以美国是支持台湾 走向一个独台 但是美国反对 或者不支持台湾走向台独 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进入下一轮的博弈 那就是中国国民党 在面对一个民进党 放弃了台独党纲 他确定走向一个政治独台 跟法律独台的时候 这时候国民党拿什么去阴影 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是完全没有做法的 所以这就是未来对台湾 跟两岸关系 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隐忧 我追问一下 因为贾中校长提出了一个 大家比较没有关注到的一个焦点 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有没有错 你认为说这篇文章 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说 等于是美国帮助赖清德 给了他一把美国的上方保健 让他去处理一些内部的一些问题 因为他是台独精孙 他必须要对他内部的一些 台独势力交代 所以你怎么看呢 我们假设一个 大家不乐见的状况出现 也就是说当然以目前来看 他的民调还是第一名 如果赖清德胜选的话 就会顺理成章 让他回到2014年 这个冻结台独党纲 就顺理成章的 顺应了美国的这个做法吗 帮自己解决掉一个 这个彩虹线的问题吗 当然你从这篇文章 他已经假设赖清德当选了 是的 所以他其实一个讯息 已经给了台湾的社会 而且他们是赖清德 跟民进党的友人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 你必须要从美国替赖清德 去解套的这个角度去阅读他 所以赖清德 也有可能在520以后 或在520以前 他在处理党务问题的时候 他会把台独党纲 再用一个比较更巧妙的字眼 去给他处理掉 比如他用更容易让美国 能够接受的用法 我们不要说冻结 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他 但是基本上赖清德 绝对会回到蔡英文的路线 蔡英文的路线我刚刚讲 就是一个文化台独 政治独台跟法律独台 这个路线 而这个路线确定上是 美国是接受的 美国接受的 所以当赖清德做了这个 赖清德以及民进党 做了这个微调以后 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未来的一年美中的关系 对于拜登的大选 会有一些相当大的一个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必须 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我的看法就是说 美国今天提出这个要求 其实他没有去解决 两岸的政治难题 美国还是把台湾 当成是台湾牌打 台湾走向独台 这对于美国来讲 是最好的一张牌 因为他不会跟大陆谈政治对话 不会谈和平统一的问题 也不会谈和平发展的问题 而美国继续可以掌控 台湾这张牌 所以这个葛来一的谈话 我认为是美国给民进党 抛出了一个友善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赖清德他当选以后 一定会回应美国这个要求 而做一些没有改变的改变 我说没有改变的改变 因为严格来讲 从2016年以后 民进党已经确定走的 就是独台的路线了 只是他这个独台是非常明确的 我叫一种显性的独台 这个独台就是说 我们两岸是祸不隶属 但是我们的是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挂了中华民国这个帽子 但是其实骨子里面 就是一个台独的路线 这是台湾现在必须面临 一个新的处境 是跟我们以往想到的 就是反对台独 反对台独 那个概念已经不一样了 当台湾两岸关系 变成一个独台跟大陆关系的时候 大陆怎么去处理 美国怎么认定 而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是支持独台的 美国是反对台独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才是两岸关系 未来最严峻的一些考验 这可能比较接近 这个葛来一处来讲的 他被断章取义了 原来他是这个意思 但是大家知道 赖清德的一大特色 就是他很会变 他是一个会暴冲的人 美国的约束 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美国这一段 这一年的时间 其实就在驯化赖清德 从赖清德 驯化赖清德 包括他到美国的访问 我认为赖清德 已经被驯化得完全成功了 赖清德已经确定 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不只是赖清德 包括民进党的内部 都已经确定 要走赖清德 蔡英文路线 还包括了他的副手 萧美琴 已经当副总统 我觉得百分之百 走蔡英文路线 所以赖清德 为了他的总统的大位 为了民进党 将来未来可能的执政 我认为他会接受 明确的走独台 而放弃了 这个党纲上的 那个台独的宣示 他在这一段里面 杨老师特别点出来 非常重要 他两个不应该 还有个必须 对不对 不应该什么呢 美国不应该怎样 美国不应该排除 两岸最终 和平融合的可能性 现在是变成美国的选项 对不对 两岸和平融合 会变成美国的选项之一 那台湾不应该怎样呢 台北不应该采取行动 永久排除 那个结果 就是不应该排除 和平融合的结果 对不对 那还有一个 为了阻止战争 台湾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让北京领导人 相信和平统一 仍然是可能的 是的 他在帮台北下指导期 台北必须要如何 所以我们在台湾 习近平叫拜登 必须要有所行动 那现在是美国叫台湾 必须要有所行动 不只是论述而已 行动要拿出来 我们在台湾 对这些两岸之间的 这个词汇 亚洲老师是专家 还有那个黄年老师 也都是专家 但是这三位学者 也绝对是专家中的专家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 你用两政 就所谓的两岸融合 或者是和平融合 和平统一 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其实 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说 台湾就是不要做 任何的挑衅改变 然后已经不像是以前 只是单纯的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 一报三法六保证 不是了 我觉得这已经往前推一步 要给中国大陆看到未来 和平融合 与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那杨老师 美国过去 尤其是跟民进党关系这么好 过去在专出这部分的时候 我自己是觉得 他都保留了相当大的 一个模糊性跟弹性 但是这篇就写的 他这个弹性越来越小 这个红线绑得越来越紧 是不是这样 没有错 不过这边你还是要了解 这是三个学者写的 第三个 美国政府可以说 那是学者的文章 这并不代表我真正的立场 但是美国政府很会运用 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特别是在两岸议题上 其实我们这边 大家的这个判读 尤其秀芳理的判读 就非常的正确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个单一 只是三个学者 他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 尤其我特别刚才点出来 我觉得如果蓝白合的话 这本文章就不会出现 你知道吗 但是蓝白没有合了 在这样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三位学者平常过去 我回去查了一下 他们没有和写文章过 他们彼此 尤其那个汤克里斯顿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 其实他跟巴尼格雷斯之间 和写的文章也很少 这一定是苏利文这边 把这三个学者 对 这样信号才会够清楚 讨论出来 我觉得从我过去 在接触就是学界 或者是我们跟美国外交上互动 这个讯息都是很清楚 那他背后代表的每一个字眼 其实都代表的是 美国现代政府的立场 只不过是 巴尼格雷斯他后来也说 这有一点被断章取义 他没有告诉我 我们哪里断章取义 没有 他故意只是这样子写 要稍微有点降低 就是说 你知道因为他现在在的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很多是来自于民进党政府的 就是说捐赠的计划 大概有一些讯息 对他有点抱怨 他故意用推特X这样的文章 可是完全没有讲哪里断章取义 完全就是翻译你写的东西 因此我觉得其实 这个代表的就是美国在 如果赖清德当选之后 他开始会做比较主动的 而且在520之前 就做一些管控 因为北京也不会等到520 现在520的演讲 直接也不重视了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你赖清德上来 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三边变成将来很清楚 会变成一种共管 也就是美中在台海的议题上 一种新共管会出现 过去我们讲共管 是指阿扁时期讲了 一边一国的时候 那个时候小布希要在 中东打反恐战争 所以才会小布希派了他最好的朋友 到台湾来警告阿扁 那个时候某种程度就变成一个共管 这种新共管就会更微妙 因为美国并没有真的在海外派兵打仗 可是他现在要面临到选举跟另外两个战争的考验 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如果赖清德当选之后 中美之间的这个新共管台海的稳定 就会出现 赖清德会怎么配合 我觉得赖清德配合度很高 他除了不会把台独党废除掉之外 他其实会把蔡英文所讲的 一切的四个坚持 他后来还讲了四个资助 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然后他都会把他讲一遍 那就是说不要担心 我基本上只是想做总统而已 好 这个杨老师刚刚给大家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在杨老师注意到的这段谈话当中 最后就是台湾必须要让北京领导人相信 台湾要采取动作 让北京领导人相信 和平统一仍然是可能的 所以威慑 当然另一头就是跟安府的有效作为 都必须要同时拿出来 好 那这个时候杨老师认为就是九二共识 所以今天我们的时间要花一部分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九二共识 特别是现在要争取年轻选票 年轻选票大家想 90后 九二共识 92年 但是刚刚出生没多久 80后也是刚出生没多久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陌生 但他又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但毕竟我一开始就说了 因为九二共识被黑化的很严重 那国民党也做了部分的一些修正 所以这个部分更让大家觉得 连国民党都开始修正了 所以是不是 他真实的是有问题的 他还会是一个定海神针的角色吗 有这么重要吗 两岸交流不就是天经地义吗 那现在这个结仇结这么大 好像大家也觉得 那现在停止交流 没有九二共识 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这一切一切的模糊 把它参搅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台湾 各方面的一些动荡 包括未来战争的阴霾 都跟这个有关 但今天我们的辫子妹 走上街头问一下这个年轻人 请问大家觉得 九二共识重不重要 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年轻人 离九二共识到底有多远 你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那你想知道吗 好 我可以了解一下 我在社会课本上看过九二共识 其实不太清楚 我也不太了解它内容是什么 以前可能老师上课都会教这个东西 九二共识我不太知道 九二共识哦 是什么中国和台湾 什么 算了我也不太清楚 不太清楚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是九二共识 之前历史课的时候讲过就是中国跟台湾 就是那时候是国民党的时候 然后在讲说就是要谈他们两个政策之间的公式吗 大概知道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一个中国各自表态什么的吧是不是 那你觉得九二共识重不重要呢你有感觉吗 我觉得就就是感觉没有很重要因为大家也都是各讲各的这个共识好像也不算是什么共识 九二共识重不重要你觉得 重要 我觉得这对于台湾的安全来说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可以避免战争 你是真心怎么觉得 我觉得啊 因为就是怎么讲就是过的大家过的安全然后快乐就好了 我觉得不用为了就是其他事情去战争 算重要吧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重要 B站的方法 你觉得九二共识重不重要 蛮重要的 就是九二共识可以维持和平 九二共识应该是蛮重要的啦 毕竟到现在中国大陆也都还没跟我们搭起来 虽然还有因为很多其他原因像是美国之类 可是九二共识应该算是占比较大的 在和平基础上占比较大的成分 我觉得九二共识是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话 可能中国就会直接攻打过来了 然后因为有九二共识的话 我们和中国才能和平的相处 其实这个辫子妹做完这个街坊回来 她有点沮丧 她说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呢 但我觉得不知道 你特别是年轻人可能在我们的预料当中 但我觉得还是蛮乐观的 因为你看到年轻人都说不知道 但当辫子妹问她那你想不想知道 她说想 好想知道 好啊我要知道 她也蛮重要的 那我问一下这个倩姐 你觉得呢 年轻人想知道他们没有管到吗 他们为什么会想知道而不知道呢 这就是民进党非常成功的地方 首先她污名化了九二共识 再其次她就简单化了九二共识 把它变成一个中国 那其实在九二共识 当时我们至少用八个字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那么他们说现在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各自表述 那我刚刚特别就是把我的护照 跟台报照拿出来 假如只有一个中国 没有各自表述的话 就是说在一中大屋顶的架构底下 承认现在是有两个不同的治权 一个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治权 一个是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治权的话 那请问我们去大陆为什么用台胞证 大陆的人来台湾为什么要用大通证 如果只是他们说的中国只认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请问在云南的人去北京 需要用一个证件吗 都不需要吧 所以九二共识后面的各表 其实就是展现在我们后面的 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上面 就是互相承认对方的治权 甚至在马英九时期有11次的高层互访 总共32个两岸签的协定 都是在承认对方的治权之下 越过上面那个非常复杂的 所谓的大屋顶架构 而积极的进行下面的互惠交流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刚才问了说90年后的人 其实9192那两年 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还不只是在2005年连赛先生 带大家去大陆以后2008到16 在9192年那段时候 李登辉是总统 他是他们现在台独还承认的 最高的精神指导 那时候做了什么 做了国统纲领 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因为我抄下来 四大原则 国统纲领 目的是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第一个四大原则的 第一就是大陆与台湾军事中国的领土 促成国家的统一 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 军事 第二中国的统一要以全民的福祉为一规 而不是党派之争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在9192年那一段时候 在李登辉所主导的这个路线上面 他还是承认大陆跟台湾两边 都是属于一个中国 现在的治权不一样 但是他们需要积极具体的去 对未来做一些规划 这部分放在国统会跟国统纲里 所以他有三个阶段 一个第一开头是互惠交流 第二个是合作互信 第三阶段 就是他是短期中程长期 第三阶段就是政治安排 就是我们要怎么做政治安排 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就是年轻的朋友 你已经经过过了第一跟第二阶段 从我们开始互惠交流 一直到合作互信 在马英九时期刚刚说 11个高层的会议 总共32个两边的协定 就是在练习合作互惠的这种机制 那现在到了2023 24 我们又要退回去吗 这不是一件很危险 而且很可惜的事 再回来说退1000万部奖 就算是李登辉主导的修宪 前面也是国家统一前 在我们所有的法律里面 都是国家统一权 在国家统一前 你指的是什么呢 自然不是台湾国 肯定是中国 不管你怎么界定他 他是在一个中国最终的 统一的前提之下 去修正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中间 不完备的地方 因为谁都知道 中华民国的治权 只急于台澎金马 所以你很多东西需要去做修正 好我们把这一系列 都重新回复了一遍 去复习了一遍你就知道 今天两岸所享受的 无论是和平红利 或者是年轻人的就业机会 商人在大陆的发展机会 现在有闽台融合的一边一般的居民可以到大陆去的这些机会呢 都是建立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前提条件下 没有这个前提条件 你就不会有这后面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但是亚中校长你怎么看 九二共识现在是不是有个僵局 这个赖金德也说 接着是有九二共识 中华民国就会被消灭 他又讲到中华民国 他平常是不讲中华民国的 所以呢 感觉上这个民进党无论如何是九二共识 不管是面子也好 不管是他的理念也好 无法接受 所以这几年有人在讲了 这座桥梁不通 是不是可以搭另外一座桥梁 山不转路转 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述 也许民进党创造出另外一个名词 另外一个想法 只要两边能够接受 你觉得这可能性存在吗 我觉得基本上很难去创造一个新的概念 新的内容出来 我想我们谈九二共识的时候 先要了解九二共识具体的背景 我们知道从1949年以后 两岸从国共的内战变成两岸之间 中国的一个内战 我们后来到了1987年 蒋经国开放探亲以后 探亲以后两岸的交流 就有很多事务性的问题 比如说一些法律上的争议 一些圣儿子一些财产方面的归属 就两岸必须要坐下来谈 事务性的问题必须要坐下来谈 那在这个要谈事务性问题的时候 大家总要 因为已经是内战四五十年了 总要对一些最核心的问题 有一些共识 大家才会坐下来谈 这个时候虽然我们有我们的宪法 但是我们也在1991年 通过了国家统一纲令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在海鸡跟海鞋 会双方过程中的 书信往来的时候 大家就得到了一些谅解 或者一个理解 这个理解包括三个部分 就是双方的文书 第一个都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第二个共识是什么 谋求国家统一 所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谋求国家统一 这是在1990年代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达到的一个共识 但是有一个事情没有共识 就是台北在谈判的过程中 认为说义中可以各自表述 我们可以表述成中华民国 你可以表述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北京它并没有接受 北京认为说 我们因为是事无形的问题 我们只要把原则跟目标 弄清楚就好了 所以北京对于义中 是不需要把它表述得非常清楚 所以简单来讲 后来到了2000年的时候 因为四月份的时候 因为民进党要上台了 那个时候陆委会的主委书起 他就用92共识 给他整个包装起来 因为92共识里面 没有所谓的一中 也没有统一 就是92 非常模糊处理 但是严格来讲 那个92年的理解 我应该叫92年的理解里面 有两个共识 一个没有共识 两个共识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谋求国家统一 一个没有共识的 就是到底一中要各表 还是不表 由于大家对于一中的内涵 没有达到共识 所以说 但是92的那两个共识 是有助于大家事务性交流的 所以简单来讲92共识是什么 92共识是有助于两岸事务交流 但是1992年的92的那个 没有办法去解决政治的难题 也就是即使在马英九任内 92共识一中各表 但是他没有办法处理 两岸政治的难题 所以在政治上是对抗的 但在事务上是交流的 国民党上来 马英九上来以后 到了第二任的时候 他就把92共识 等同于一中各表 就是92共识就是一中各表 或者一中各表的92共识 严格来讲这是不对的 因为92共识里面 对于一中各表 还是一中不表是没有共识 92共识只有两个共识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跟谋求国家统一 如果两岸今天要解决 两岸的政治难题 那么就必须在一中的内涵上 大家要进行政治的交流 政治的对话 政治的协商 把一中的内涵叫什么 我的一个诠释就是说 其实92共识在表达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是不可以分裂的 整个中国是不可以分裂的 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大家不可以分裂的 但是现在的两岸治权 是互相互不隶属的 可是北京对于两岸治权 他现在是默认 他没有公开的承认 默认没有公开的承认 所以这就是造成一个问题 国民党其实从马英九上来以后 对92共识 一直没有跟老百姓讲清楚 就一方面沿用92共识 一方面把92共识 变成一中各表的92共识 然后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又把92共识 变成是没有共识的共识 然后到了侯友宜现在 把92共识 变成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 对 大家完全听不懂 完全就回避到最核心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年轻人要问到我说 92共识是什么 我会简单的回答就说 92共识是两岸共同不分裂 整个中国 我们彼此还是一家 但是我们像兄弟一样 现在各管各的家 我们现在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重新再走向统一 为了两岸的共同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92共识 可以讲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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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的 可是国民党就在闪躲 所以我记得上一次 上你的节目里面 民进党是要逃离92共识 可是国民党要回避92共识 所以这两个党加在一起 叫做逃避 面对92共识逃避的概念 永远不敢 面对92共识讲清楚 那就给了民进党可乘之机了 所以民进党 现在用两岸互不隶属 来破国民党的92共识 国民党自己又不敢讲 请问92共识 台湾怎么活得下去 所以我的看法 今天大家一定要了解 1992年的92共识 只能够帮助两岸的 事务性的问题 不能够解决 现在的敌对状态的 如果今天要解决 两岸的政治敌对状态 必须要政治沟通 坐下来谈 把什么 把92共识再深化 就是把1992年 没有达到共识那件事情 到底一中的内涵是什么 两岸必须坐下来谈 已经坐下来谈 不能说各表 各表北京不会接受的 不表 我们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也不好 所以两岸必须要对一中的内涵 那一中内涵应该是什么 我用一个最简单来讲 两岸就是一个 分治不分裂的关系 所以两岸是分治不分裂 应该是92共识 一中内涵最好的一个诠释 这应该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张 可是中国国民党 完全不其中的主张 反而采取回避 那你回避的做法 正好给了民进党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认输的基础 这就是国民党节节败退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所在 那雅中校长我请教一下 那现在美国表态之后 现在是一个回到92共识 一个纯粹92共识的 一个好时机吗 我觉得国民党 当然是个好时机 可是国民党现在的 我刚刚讲 从马英九 从朱立伦 到现在的侯友宜 他们对于92共识的诠释 其实都是错误的 我刚刚讲 92共识不等于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 不是92共识的 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所以1992年 应该我们正确讲法 叫做92年的理解 understanding 1992的understanding 裡面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要共识 一个没有共识 共识的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某些国家统一 没有共识的就是 到底一中的泪涵是什么 所以国民党 其实要做的事情是 把这个国民党 对于两岸的政治定位 应该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我刚刚讲 两岸的主权方面 我们的宣誓是相互重叠的 中国是属于大家的 但是治权是各自分立的 据说这个从马英九 到这个国民党 他把这个92共识 做所谓 不是那么精准的一些解读 可能就是为了 争取选票的极大化 你觉得两者之间 有必然的关系 也成功了吗 我觉得其实他是失败的 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讲 一直固守那个 把九二共识讲得模糊 然后又认为 两岸的事务性交流很重要 可是由于九二共识 并没有办法解决 两岸的政治难题 所以两岸政治是敌对的 所以马云九的时代 的确经贸交流非常的密切 可是政治关系是锁定的 政治关系是敌对的 就像一部车子 有两个轮子 一个轮子经贸转得很快 可是那个政治轮子 是刹车 是锁住的 这个车子在2014年就翻车了 所以国民党要 国民党的优势在什么 国民党的优势在于说 我们国民党 可以去解决两岸的政治难题 可以把两岸从敌对的 变成一个和平的 而你民党是没有办法 做到这一点 可是国民党天天的论述是什么 我们两岸要回到 马云九八年的和平发展时期 马云九八年没有和平 马云九的八年 只是外交修兵而已 只是军事的克制而已 所以说你国民党 整个论述是乱掉了 所以国民党现在还在谈 和平跟战争的选择 国民党本来就没有创造和平过 两岸关系现在还是敌对的 国民党的论述应该是说 国民党有办法 让两岸敌对关系 变成和平关系 我们有能力去创造和平 你今天九二共识 这么模糊的处理 你怎么去创造和平 我们今天节目第一部分 讲两岸永久和平 讲美国态度的转变 第二部分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谈到九二共识的整个历程 还有它基本的精神 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部分 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我先请教一下 游明老师 你怎么看 如果回到九二共识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处理政治安排 就可以确保两岸的永久和平吗 其实九二共识是演化中的 它也是2000年4月的时候才出来 1992到2000年之间 两岸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也是很热络的 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北京这边对于各自表述 比较保留 当民进党上来的时候 对一中有所质疑 所以才会出现一个九二共识 我觉得在2019年的时候 我们要看对岸 怎么看这个九二共识 它也一直在讲 但2019年那个习五点 也就是提出来的 这个告台湾同胞书里面的习五点当中 它是用了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这个让民进党捡到墙 也就是因此就把整个九二共识 等于一国两制等于 就是说向中国投降等等 这种污名化的做法 后来香港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觉得北京这边 你看从去年的二十大到今年的两会 他其实谈到两岸的问题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 他不谈一国两制的 至少这四个词汇 但是他持续的用两个概念 反对台独 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九二共识 我看这一次王沪宁跟 就是在 就是两岸和平论坛的时候 跟夏立言见面的时候 也是谈这两个概念 当然在这个之上 从北京的立场 这是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我觉得其实九二共识 到底怎么回答 我觉得有两种回答 第一个 他就是九二共识 也就是说其实 他本身已经演化成为 他自己本身很多的意涵在这里面 真的要进一步的 像亚中老师 比较定义式的回答 我的定义是 在各自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原则下 维持两岸和平 且不排除两岸和平统一 可能性的共识 那事实上这个时候 已经把美国的立场 也都带进来了 也就是美国其实也是 希望台湾 你要向北京方面表现出 你不能够排除掉 两岸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这已经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就是说提醒 而美国也支持 就是两岸的和平融合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 九二共识就变成一个 一个magic war 因为真的没有别的词汇在使用 有些人 柯文哲这两天说 他没有九二共识的包袱 他也没有台独党纲的包袱 他认为九二共识过时了 这是没有中心思想的 曹信成说九二共识会消灭中华民国 不要理他 这个重点是賴静德怎么说 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九二共识 也就是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 哪一天中国大陆翻脸了 国际社会连帮忙都没办法帮了 这个逻辑谬论 从这三个人是在过去 刚好这一个礼拜 三个人针对九二共识 你看选举前 各自都有不同的解读 他们还真的看到美国的态度了 也知道九二共识 其实连年轻人 你跟他解释之后 他都觉得 这是和平的定海神针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该坚持的 就要坚持 就是说台湾当然随着政治的变化 很多的议题 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个时候把政府封存和四 你在当时觉得好像 天翻地覆的这种政治压力 所以和四就要封存了 所以民进党后来说 我是能 我反和 结果这一次你看到这个全球 气候变迁的第二十八次的 跌约国大会当中通过的 第一个方案 要求所有的国家 在2030年以前增加三倍的核能 因为核能是绿能 现在全亚洲只有台湾 还持续的反核能 所以正确的 他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化 或者是说这种 语言话语权的操作 而会被扭曲 还是会浮现出 我觉得两岸现在的问题 其实习近平也讲得很清楚 他仍然是以和平统一为主要的诉求 两岸的融合 这个时候九二共识 就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黏着记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去定义他 那就让我们学者去讨论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要去抹黑他 大家也都知道你这个抹黑 反而是去凸显九二共识 他的真正现代的新时代的意义 对不对 好杨老师用这个黏着记来形容 就非常非常的传神 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第一段的这个街坊 辫子妹问的是 你知不知道九二共识 你想不想知道 那接下来还有个进阶版的问题 就是那么年轻人对于九二共识 有没有期待呢 他们需不希望两岸永久和平呢 我们继续来看 那你觉得如果回到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下 我们台湾跟中国大陆重启交流 你赞成吗 我赞成 我赞成 因为我觉得有交流才会有进步 可以赞成啊 为什么 就买东西比较方便 就买对面的东西会比较便宜 你喜欢买对岸的东西 比如说 衣服比较便宜 你是在哪里买 淘宝 我不赞成 因为我觉得 可能会影响现在这个平衡 为什么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因为 只要有过度交流的话 就是会 可能产生 有一点越权的感觉 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 跟民进党主张的台湾独立 你比较赞成哪一个 我应该 我不知道我的立场 但我就一定是反律 你反律 对 那台湾独立 你怎么看 他就是要引战 这个赖清德叫做赖缺德 我觉得他就是要刻意引战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故意再挑衅 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被对岸 列为台股顽强分子 烂死 我的话 我是觉得 希望能安全 虽然是独立也是很重要 但是 我觉得安全排第一 所以我是比较希望说是九二共识 说真的 说真的应该我比较是赞成 台湾独立 就是 可是 台湾独立带来的影响 那就是 中国可能会 就是 跟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 越来越糟 我比较赞成 跟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对 原因是 原因是 我觉得 也不需要独立 也就维持现状 对 维持和平 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 跟民进党主张的台湾独立 你比较赞成哪一个 先维持那个 就是 有一点 曖昧不明的九二共识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台湾独立的话 这个 中国大陆那边 那个中国共产党 是绝对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这件事情 对啊 一天听到你那个 台湾独立 他就 气扑扑了 我比较赞成九二共识 因为像 近几年 这八年民进党执政嘛 然后 就是会 就是 跟中国的关系 变得很 变得很不好 所以 像前几年 再加上疫情 那个 农产品 就是中国不是 进台湾农产品 所以 就是农民都过得很苦 但是 对 民进党还是靠这个 就是靠意识形态 所以我是 我不要赞成九二共识 当然还是希望台湾 能够成为一个国家 可是 我觉得如果 中国大陆会反对 然后我们因此 台湾 经济 会不好的话 我觉得 还是就是九二共识 这样 好 两段街坊非常有趣 看完之后 我们现场 四位大师 一致认为辩子妹 不必沮丧 对不对 还是挺有希望的 我觉得 希望的前提 跟赞成的前提 当然就是 我不要打仗 这是最重要的 我年轻人 我还要买房子 我要安家立命 那不是我们台湾 只有我们台湾 年轻人怕打仗 你看最近 美国国防部长 就威胁他的国会 你不给钱 我就让你们的亲人去打仗 美国人也怕打仗 谁不怕打仗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何避免打仗 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轴 就是两岸不只要和平 我们希望 那和平是永久的 永久和平 不要老是担惊受怕 我一笔闲钱 我真的要在台湾买房子吗 会五年之后 突然不和平了 那我不是损失大了 所以我请教一下这个县长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 那回到九二共识 当然也许年轻人 还是不懂什么是九二共识 没关系 我们的节目在网上 一直都在 大家可以随时拿出来复习一下 那回到九二共识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处理 我们知道因为大陆有它的一个进程 现在可能不会太按着台湾 或是美国的节奏跟想法去走 那他们有这个民族复兴大业等等 所以回到九二共识 这个县城的管道 县城的年轴记 是不是可以确保两岸和平 可以处理那个政治的安排了吗 起码 九二共识会让两岸之间有互信吧 起码大家都觉得是自己人吧 我们都是中国人吧 所以我们就不会打 就会有个和平的基础 我觉得是最重要 所以民进党一定要去中国化 为什么要去中国化 就是他反对九二共识 他为什么要反对九二共识 去中国化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不希望 台湾跟大陆多有交流 才会了解大陆 然后两边才会融合 他是没有选票了 他其实走的是 大家讲的好听叫意识形态 其实他就是用仇中的方式 来巩固他自己的选票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国民党或许对九二共识 也不是那么清楚的了解的原因 是因为九二共识过去 大家都是用一个模糊的态度 去对待他 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去把它 清楚清楚的讲出来 九二共识到底中间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家认为模糊 对台湾的选民可能比较好交代 但大陆不是 大陆认为说九二共识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共谋走向和平统一 是大陆一直想要走的事情 大陆现在变得越来越强了 台湾现在变得比较起来 就越来越弱了 以大是小的话 大陆要怎么做 我觉得现在为难的是 大陆不是台湾 大陆到底要怎么以大是小 以小是大很简单 好 我同意九二共识 然后我们要谋求 中国未来的和平统一 我们希望两岸多做交流 我们台湾人要多赚钱 台湾人要跟大陆不要有战争 我觉得这个是以小是大 很容易做的事 可是以大是小不容易 千万不要忘记了 现在大陆面对的 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是所有世界上的问题 它现在变成世界的大国 它面临到美国对它的 经济 科技 军事的制裁 压力 它要挑起全世界的责任 所以你要认为大陆面对的压力 只有台湾吗 我觉得不是 它有这么多的压力的时候 它要对台湾以大是小 要有什么态度 过去大陆对台湾 你看它让你能够贸易 赚这么多的钱 我举个例子来讲 去年台湾跟大陆的贸易顺差 是1565亿美元 是的 台湾的总体的贸易顺差是多少 是多少 才514亿美元 没有跟大陆的贸易的话 台湾是贸易逆差 超过1000亿美元 对不对 但是民进党还是在骂大陆 你是用经济的统战 你不可以停ECFA 否则就是你不对 他还是一直这样讲 大陆要怎么做 我停止ECFA吗 我停止贸易交流吗 那还是不对 我要继续做吗 让你民进党继续在骂吗 也是不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过去国民党跟共产党 在对抗的时候 蒋先二的时候 甚至李先二的时候 都说大陆共产党不好 对不对 民进党上来也说 大陆共产党不好 所以我有一次在大陆 大陆官员讲说 为什么你们 台湾人对大陆人印象不好 我说国民党以前就骂你 这个民进党时代也在骂你 所以台湾人 对你大陆人印象不好 这个不好的印象 是过去历史所造成的 政治所造成的 但是如何要转变 台湾人这些观念 其实真的很难 尤其是年轻人 他不会想那么多 他不会想一些政治的东西 他只会想说 我的生日能够过得好 日子能够过得好一点 然后我的平常买东西 能够便宜一点 然后我可以不要有战争 我和平 继续经济繁荣就好了 他不会想到更深一层的 两岸关系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国民党要负起责任 我还是要讲 国民党要负起责任 国民党既然都是 一直主张九二共识 国民党一直主张和平 也是我们是中国人的观念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尤其在选举的时候 要有勇气的站出来讲九二共识 要有勇气的出来讲 我们要追求两岸之间和平 甚至两岸之间都是中国人 所以将九二共识 就会掉票吗 不会 我认为不会 我觉得这是一些错误的误解 是怕什么 是民进党讲的 民进党讲的是什么 国民党就怕 民进党讲什么国民党就怕 所以这个国民党 现在变成胆小鬼了 我觉得这国民党 要从胆小鬼变成大胆的人 你都已经在野了 对吧 但在野可以变成执政 如果你没有勇气 在野永远是在野 永远不会执政 我们最后剩下点时间 我想请永明老师 从这个角度出发 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两岸的永久和平 并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认为 和两岸的和平统一 会是一个大趋势 两岸的问题 毕竟其实 在过去这几十年 还是放在一个中美的框架 而中美之间的这种权力的消长 从地缘到国力 到两岸的议题上 其实已经很明显 这个三个学者写的文章 就已经告诉你了 美国应该要支持两岸 和平融合 然后呢 台湾这边要展现出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这才是防止战争 以及维持和平 那至于说如何走向和平 其实 我觉得 习近平最近开了一个会 有八个字 我还觉得蛮不错的 静中求稳 稳中求静 那两岸也是如此 四个层面 因为亚洲老师喜欢谈认同 但是还有三个层面 法治 安全 经济 你想想看在这四个层面 在我们台湾内部 面对到两岸议题的时候 民进党只敢去跟你讲认同 因为他认同美国爸爸 对不对 然后他要认同 所谓的台湾独立 但是法治他不敢突破 你要突破 你干脆去 为什么不去照台独党 你宣布建国自宪 他不敢 他只敢讲中华民国台湾 还是在这个法治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们的法治 还是中华民国宪法 对不对 这就是九二共识的基础 那经济 安全 这更不要说了 刚才两段的年轻人的访问 所以当这四个主要关键的 主轴跟利益交错的时候 其实美国如果不在认同上 或者是民进党不在 话语的宣传上 再有这么大的优势的时候 其实其他三个慢慢都会 呈现真正的利益所在 两岸都知道 这不是只有台湾人的这个选择 这是对两岸都是如此 两岸的兵凶占围 两岸的交战 就对两岸都不好 那北京这边 现在也都是以和平的统一为诉求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如果叫他说 我要怎么样达到这个和平统一是 他就说第一个没有时间表 时间表不一定是动武的时间表 他也不一定是 他也代表没有说 一定要在哪一个时间点 他要让他这个水到渠成 稳中求静 静中有进展当中 还是要重视到这个稳 所以因此这个时候九二共识 就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 稳中求静 静中求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两岸之间的连着 然后慢慢的你会看到 这个美国的因素 台独立因素 慢慢的削弱的时候 我觉得两岸的 和平统一的大趋势 应该就是水到渠成 好 水到渠成 两岸这个和平融合 我想这个永久的和平 是大家最期待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这一刻非常重要 花了很长的时间 90分钟 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会剪成几个版本 包括90分钟版 60分钟版 还会剪成短版 那大家各自按照 自己的时间需求 去慢慢的来观看 那当然因为里面有很多 其实算是蛮金色难懂的 当然也跟现在的时事 绑在一起 平常我们每天的新闻 频频频频频 非常的热闹 但很多基础的问题 讲不清楚 所以今天难得有这个时间 我们把基础的问题 翻来覆去 讲得非常的清楚 放在网上 一直在那里 就请大家 一定要去把它看完 增加自己基础的一些了解 那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我们下周六 我们的节目 首播的时间 是在星期六的晚上11点钟 今天非常谢谢 线上的所有同学 也要特别谢谢 今天现场的四位来宾 非常的感谢 谢谢我幕后的所有工作同仁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六再会 我们下周六一 我们下周六的时间 我们下周六 进堂 咱们下周六 这夏集品 我叫 作恶多端 最有应得 及沙妖组模 一个不留 都是一样的山人 有什么下恶之分呢 你用了当英雄